去年,韩国移民国会议员柳豪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同凡旦少年团身上取下创可贴》 他还散传了BTS成员救国在节目中 遮掩了手指上刺青的照片 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争议 他正在推动刺青合法化的法案 很多BTS的粉丝们表达不满 认为他将艺人的影响力利用在政治上 韩星每次上电视都要遮掩刺青 是因为刺青在韩国是违法的吗? 不是,在韩国,肾上有刺青并不违法 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 广播条例也没有规定 不能暴露刺青的规定 所以不是因为违法才要遮遮掩掩 然而,有一个综合性的规定 必须考虑到观众的感受和儿童的情绪 所以有时候会遮掩 有时候会暴露刺青 是制作单位按情况来决定 在韩国,违法的人是刺青师 虽然在韩国现行法律中 找不到刺青师非法的这句话 但是最高法院在1992年裁定 刺青是一种医疗行为 当时最高法院根据 将射数注入真皮层 存在因刺青而传播疾病的风险 所以将刺青师做一种医疗行为 因此需要医生执照才可以帮人刺青 如果有人举报,刺青师就会成为罪犯 刺青可以根据医疗法第27条 处以最高五年监禁或五千万韩币以下的罚款 以及保健犯罪管理法第五条 被医疗人员从事医疗活动 可以判无期徒刑或两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于一百万韩币以上 一千万韩币以下的罚款 韩国是少数对刺青师进行刑事处罚的国家 讽刺的是 很多外国著名文生工作室的招牌刺青师 都是韩国人 曾经为Badpreet文生过的一位很有名的韩国刺青师 也因为刺青而受到起诉 理由是他在没有医生执照的情况下 进行了非法医疗行为 因为有人利明举报 令他被警方调查 他说这种情况 让韩国的刺青师 容易受到客户的恶意勒索 被定罪后 刺青师会失去收入 有刺青师因此自杀 这是毁灭性的 他们会因为异负而失去生命 他说在1992年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时候 社会上存在一种偏见 身上有刺青 又代表是坏人 可是最近的年轻人 并没有这种偏见 他们接受刺青作为个人的装师 或表达出独立的形象 但法律并没有跟上潮流 韩国古代将刺青当作是刑罚的工具 除了把刺青刻在罪人身上 甚至会直接把罪状刻在脸上 在80年代 刺青成为了黑道的标志 很多人觉得 只有黑道人士身上才会有刺青 但现在韩国民众对于刺青的接受度 已经提高了很多 韩国曾经多次尝试将刺青合法化 但由于医学界的大力反对 法案一直都无法通过 包括大韩医学会 和大韩皮肤科协会在内的医学界 都反对将非医务人员刺青合法化 他们认为这会损害公众健康 有民调显示 韩国民众对刺青合法化的支持度非常高 20岁族群支持度超过80% 30、40岁族群也有60%左右 也难怪政客为了选票 一直在推动刺青合法化 不只是国会议员 之前韩国总统大选 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李在明 承诺如果当选 要支持刺青合法化的法案 但最后他没有当选 说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韩国人的反应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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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